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站在那里就是满满的正能量 有了这样的运动阵容 那游戏环节必须要来一些运动相关的项目了 本期一共有三个游戏环节 第一个是私明牌 第二个是快步流星 第三个是众志成城 节目组这次终于满足我这样的观众了 每一组对抗都非常精彩 堪称本季最佳私明牌 当然 这次的私明牌虽然够精彩 但我觉得还是有些小遗憾的 说的直白一点 我觉得李成不应该对战为大勋 蔡徐坤不应该对战徐梦桃 在跑男团中 李成和蔡徐坤两位的实力是最强的 这样的对战不够对的 不能把他们的实力发挥到极致 在很多观众的心里 李成玩私明牌可以说是无敌的 因为他真的是太健壮了 还记得上次玩私明牌的时候 李成对战烧饼 不是照样把对方轻松撕掉了吗 这次的对战 我最想看到的就是李成对战 吕小军或者刘根宏了 因为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巅峰对决 大家也看到了 刘根宏非常活跃 而且很享受这样的对抗游戏 我觉得让他和白鹿对战 他是玩得不过瘾的 只有安排李成这样的对手 刘根宏才能真正玩得开心 话说蔡徐坤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或许有些人会说徐梦桃很猛 但大家真觉得尽力完的话 他是蔡徐坤的对手吗 或许两个人的实力确实可以相抗衡 但毕竟徐梦桃是女生 蔡徐坤又是爱豆 他是无从下手的 在快步流星这个游戏中 所有人是充分展示了自己 尤其要说的是蔡徐坤 展示出了惊人的爆发力 创下了11.5米的全场最好成绩 整期节目看完之后 整体来说还是相当热血的 只是节目组又一次挽起了 靠运气取胜的老套路 对于真人秀节目来说 只要是有经济性的 观众肯定是希望做到公平公正 要不然比赛有什么意义呢 跑男再次挽起观众反感的套路 可大家这次的态度却有了大逆转 相信大家还记得前面玩过的转盘 和咕咕鸡吧 即便是嘉宾在前面的游戏玩得再好 最终的输赢也是要交到运气手中的 当时这两期节目播出后 观众就各种吐槽 因为这个玩法太不公平了 正所谓在一再二不再三 没想到节目组还真来了个再三 原本以为这次的弹珠大赛会被观众骂惨 没想到播出之后观众的态度 却是180度大逆转 可谓是一片好评 那么问题来了 同样是靠运气取胜 为什么这次观众不讨厌了呢 很简单 因为这次的实力不对等 在前两次的运气游戏中 两组之间的实力是差不多的 不存在谁比谁更强 所以观众也就想要看到一场公平公正的较量 然而 这次可以说怎么看怎么不对等 在这样的体力游戏中 冠军队和跑男团对战 这不就是一种将为打击吗 比如 在四名牌游戏中 吕小军 刘根宏他们要是不手下留情的话 周深和白鹿怕是要被掰折了 在这种实力不对等的比拼下 跑男团即便是在前期靠运气和游戏特权赢浪 观众也是不反感的 因为他们是弱者 同样 在跑男团占优势的前提下 即便是最终弹珠大赛他们输了 观众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甚至觉得冠军队就应该赢 看完这期节目之后 真心想为节目组提两点建议 一是不要乱玩这种运气取胜的套路 因为并不是每次都能这么好运不被骂 二是后期的节目可以多请一些运动员 或者是有运动细胞的艺人 因为观众喜欢看那种硬碰硬的斯宁牌 虽说这次没能看到斯宁牌的巅峰对决 但这期节目绝对是本季最精彩的一期了 大家觉得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